Hello 大家好 我是靖茵Anita 今天是2021年8月26日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幾件事 首先有一位入了黑暴組織的女義工 最近被組織裡面的黑暴性侵 怎料組織不幫她 不僅僅還要將她滅散 究竟這件事的內情是怎樣的呢 這個又是些什麼的神秘組織呢 另外繼民陣教協支聯會 紛紛畏罪解散之後 下一個解散的攬炒派團體又會是誰呢 究竟國安處又要在幾時之前 全部縮清這些違法的團體呢 最後民主黨最近發生內訪 和走老潮 究竟是為什麼呢 和鄺鑽魚需要賺錢供樓又有什麼關係呢 在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在右下角 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留言讚好和把這條片廣傳開去 讓更多市民知道西方媒體 不想你知道的真相 由於指敬現在參選委會 直到9月19日 繼續會有不同的KOL在這個台 代她做節目 今天就有我 靜欣Anita 前年的反修例暴動期間 一些年輕的黑暴 受黃梅吹捧為所謂的勇武派 所以就迷惑了一些入世未深的少女加入他們 當時連登也有很多人說 很多黑暴組織裡面 有些無知少女被要求做天使 獻身為勞攀黑暴 情節就好像邪教一樣 而最近有些媒體的報導 證明這些事原來是真的 至於攝氏的組織 就是叫做維修香港 這個維修香港 說的是組織義工 為街坊提供探訪和維修服務 但實質就是假借關顧弱勢的名義 入侵社區三波港獨的理念 好像在今年6月 蘋果由於違反了國安法 就快停刊的時候 他們就幫忙在社區免費派發 就知道他們立心不良 傳播港獨不止 這個維修香港 不知道是不是以為那個女義工也是天使 所以他們團體裡面 在今年4月爆出性侵的風波之後 他們竟然是沒有處理 而那個女義工還被別人滅聲 究竟是發生了什麼事呢? 試完了 一位曾經做過維修香港義工的女生 透過在IG帳戶 Writtenfly 出帖說是今年4月 一群維修香港的義工 自己出來玩的時候 他就被另一位 自稱義工的黑暴證侵 現在已經暴了警 案件已經進入了法律程序 以為他已經夠慘 誰知道維修香港 竟然不是去幫助這個苦主 而是要把它滅聲 真的這樣也可以嗎? 這個Writtenfly在帖子裡說 維修香港的領導曾警告 只要有任何一個人 在維港的Facebook留言支持受害者 維修香港就會把這個人放上去 維修香港工作組的群組上公審 用粗口去摘抹 甚至趕他出去 導致受害者也要質問 這樣算是幫我嗎? 是為我好嗎? Writtenfly又說 當每當有人為他發聲的時候 另外幾個維港義工就會說他 只是想引人注意 又說事主容易跟人發生性關係的女生 甚至說一些更加難聽的話 他還說自己做義工就不分黃藍 只要有需要就會盡他的能力幫手 因為他相信願意做義工的人都是善良的 但他發現自己的善良被一直信任的人利用完 再受到傷害 搞到他自己也不敢相信 原來這班人一路只不過在裝作 好了 這件事搞大了之後 有媒體向維修香港求證 問他們知不知道有女義工 或自己被其他義工性侵 以及問他們究竟有沒有嘗試 掩蓋這件事的時候 維修香港竟然不回覆 不知道是不是身有事 而見到始終紙包不住火的時候 維修香港在他們FB專頁發聲明才肯承認 或是有一宗涉嫌性侵的事件 發生在2021年4月的工作外休閒活動中 他說已經是勒令攝氏的某個男義工 離開組織還說他們一致支持事主 循法律途徑追討攝氏人的決定 並沒有任何的包庇和 維修香港還說經過所謂內部調查之後 現在工作組裡的全部義工都說 沒有在網絡聯絡過事主 也沒有向事主說過要識事靈人等等的言論 總之就是把所有事情推得一乾二整 其實如果在一宗已經進入法律程序的案件裡 有人騷擾當事人要求當事人識事靈人的話 就已經可能是涉嫌防範司法公正了 我就覺得那個女事主真的應該盡快 帶相關的證據報警求助 等法庭主持公道 而作為一個女生 我就奉勸其他年輕的女性 一定要大眼熄癮 一些搞港獨的團體當然不要參加了 到最後吃虧了 還要被人滴聲 你說多慘啊 說完性侵事件 就想說一下職工文 國安法去年實施之後 香港已經是逐漸恢復平靜 最近一些勾結外國勢力搞亂香港的團體 像民陣、教協一樣 都紛紛宣佈解散 希望可以逃避刑責 現在民陣、教協之後 經據媒體報告 支聯會在短期內 極有可能會宣佈解散 他們的常委會 已經通過了解散的決議 現在只是等會員大會 確認就會宣佈解散 綜合消息 在反修例暴動平息之後 國安法的目標已經由短期的震亂 轉為長期的長治久安 所以國安處會逐一針對參加過反修例暴動 違反國安法的團體展開調查和執法 至於執法的先後 當然是按照嚴重性去排列 第一個要處理的當然是民陣 因為他們是整個攬炒派的總結合 又是很多次大規模遊行的搞手 而根據了解 第二個主力調查的目標 原本就是支聯會的 誰知道教協打他尖提早解散 所以搞定了教協之後 又回到支聯會 好了 支聯會解散之後 國安法下一個目標又到哪個呢 既不是由李卓人領導成立了 超過30年有17萬美元的職工文 其實下一個輪到他們也很合理的 視光職工文是攬炒派裡的鐵膽之一 在反修例暴動期間 職工文主力推動罷工行動 如他們屬下的香港空勤人員總工會 在前年7月26日呼籲小黃人 去到機場客運大樓參加非法集會 當時聲稱有15000人響應罷工 結果機場集會就演變成 黑暴向遊客私營襲擊 年8月5日 就有90個職工文的屬會 再發起罷工 配合所謂的大三罷行動 癱瘓香港的經濟 除此之外 職工文還幫助了很多小黃人 在他們各自的界別裡成立工會 宣傳港獨的理念 其中37個由黑暴成立的工會 就是用了職工文 在油麻地永旺刊19樓的位置 做登記的地址 而且職工文還做了顧問的角色 結果促成大量工會 亦促成立 而在去年疫情爆發的初期 職工文還要是羞恿代表 班逃兵醫護的醫管局員工 鎮善員工 罔顧病人的安危 向政府施壓要求向內地封關 你說是不是很離譜呢 所以職工文做了那麼多壞事 國安處又怎會放過他們呢 據了解 國安處已經在找他們的犯罪證據 而現在職工文的精神領袖 還要因為前面11集結案坐牢 職工文現在群雄無首 所以相信很快會報民陣教協的下場 自我解散 大家想一下 下年就是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 是香港50年不變的中間點 所以中央最高的領導層 極可能在到時來香港主持新一屆 特首官員的就職典 所以這些反中亂港的組織 當然要在明年7月1日之前 全部取締了 相信在他們全部取締和解散之後 香港一定有一個更加美好的頻道 講完職工文再講一下鄺俊宇 距離12的立法會選舉還有幾個月 在完善了的選舉制度之下 不少政黨都積極備戰 偏偏民主黨就著參不參選 最近出現了嚴重的分歧 還搞到內訌 那究竟發生什麼事呢 原來是這樣的 雖然民主黨主席羅健熙說過幾次 黨員是否參選要等到9月舉行的會員大會 投票決定 但是原來在黨裏主張參選 和主張不選的人就不停了 現在走了佬去英國的副主席李永達 和很多人坐牢的前議員和元老 好像林建廷、尹兆堅和何俊仁等等 就認為民主黨是不應該參選 至於副主席梅樂廷和中委蘇日恆等等 就被視為參選派 覺得民主黨沒理由不選 至於鄺鑽宇雖然到現在都未正式表態 認為應不應該參選 但是他最近幾個月 就和被譽為是參選派的梅樂廷蘇日恆 開了一個新的Youtube頻道 叫新青年事務所 引起很多人懷疑他們是否密謀另起勞組 如果民主黨最後決定不參選派法會 就會成立新組織參選 其實這樣也難怪 鄺鑽宇之前用了1100萬買了大角咀利奧方海岸的豪宅單位 如果沒有議員做 那就沒有錢公佑 所以當然想選 其實參選不參選 原本只不過是不同意見 但就因為這個路線上的差異 而搞到民主黨最近內訌 當李永達之前被揭發 走到英國之後 參選派的蘇日恆 就在Facebook出Post 說李永達叫人衝自己鬆 而梅樂廷也被指在IG的限時動態裏 說李永達不負責任不知所謂 搞到坐牢 不贊成民主黨參選的尹兆堅都有反擊 不點名地說蘇日恆和梁樂廷是機會主義者 立場前後反覆是拖後腳 擺明就是內訌 一個民主黨的中尉最近 就是以匿名的身份和傳媒爆料說 說現在黨內的氣氛很差 即使有些事情 明明跟黨無關的都要吵一頓 他又說是不是參選 一方面就要考慮市民知不支持 另一方面又要考慮 如果拒絕參選 會不會被中央視為搞對抗 他又認為 政黨存在的意義是 參選改變政局和改善民生 擔心如果主動棄選 只是做地區工作的話 政黨很難繼續維持運作 而原來不僅民主黨內的氣氛一般 他們的中委會更加散散地 除了有四個中委已經離開了香港之外 最近還有一個中委會成員 前北區區議員陳旭明辭職 不過陳旭明回覆傳媒的查詢時候 就沒有交代辭職的原因 只是說有關黨務的事情 都由黨主席回應 看來民主黨真是黨不成黨 我前路望望 怎樣都好 特首林鄭月娥前幾天都說過 其實議政、論政、參政 都是一個政黨存在的價值 如果政黨有大量的黨員 但是又不參選的話 是有點奇怪 真的要反思他們的存在價值 如果一個政黨或者政治組織 議政、論政、參政 是他們存在的價值 如果一個政黨存在 又有很多黨員 但是他既不議政 又不論政又不參政 那就要懷疑 他存在的價值是什麼 其實港澳辦主任夏寶龍之前都說過 愛國者治港 絕對不是要搞清一色 要誠心改國 不再搞亂香港 都可以參選立法會 真是不明白民主黨 為何還要為參不參選 又差事 而民主黨如果最後決定 不參選 其實他的存在價值都是沒有的 不如自我解散更好 今天就跟大家說到這裡 在完結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在右下角 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留言讚好 以及把這條片廣傳開去 等更多市民知道西方媒體 不想你知道的真相 下次見 拜拜 好 ie 即可 即可 有 有